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舰》的训练视频再度被官媒曝光 并宣布已完成海上试验训练 专家认为 随着入列一周年即将到来 《山东舰》去更广阔海域训练的时间已临近 央视军事28日发布了《山东舰》训练的最新视频 这是自5月底《山东舰》海上训练画面公开后 官媒再度对外发布《山东舰》相关训练视频 香港媒体称 9月1日至23日间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渤海海域开展训练 9月24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山东舰》完成海上试验 央视最新公布的视频展示了歼15舰载机起降 舰载武器实弹射击 2019年12月17日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接入列 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央视视频中称 入列10个月以来 《山东舰》目前已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 有效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 舰长来一军介绍 入列以来 《山东舰》聚焦实战 扎实开展航空保障 损害管制 应急处置等训练 加强人与装备的有机融合 不断推动首艘国产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迈进 在官方公布的视频中的主角之一 毫无疑问是歼15战斗机 因为它是航母战斗力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而且航母从来不会单枪匹马出去 一定是以编队形式出现 将空中 水面 水下力量组合起来面对敌人 航母专家李杰认为 歼15好比中军杖中的先锋 自身实力强大 编队中的其他成员各具特长 发挥集体优势 李杰认为 山东舰在入列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形成初步战斗力 在海上进行实弹演练 意味着中国的双航母编队已不再是一个概念 而是名副其实 一般而言 新航母入列需要1-2年时间才能形成初步战斗力 但山东舰不到一年就具备了一定战斗力 而且是在航母使用经验并不十分丰富的前提下 表明训练水平相当不错 李杰表示 在山东舰入列将满一周年之际 官方媒体对外公布训练视频是对世界的一种展示 表示 山东舰如同学成下山的高手 即将离开大连船厂去更广阔的海域闯荡江湖 这意味着 山东舰掌握了基本本领 可以外出闯世界 但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训练中继续磨砺 才能进一步提高作战能力 去年12月17日 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 有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山东舰将部署在南部战区 山东舰大展身手的广阔海域或将是南海 今年以来 美国舰机不断在南海挑衅 派出侦察机抵近侦察 又频频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在当前敏感局势之际 山东舰离开船厂去更广阔海域进行训练 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李杰认为 山东舰航母编队后续如果南下 并在南海定期巡航会对南海局势有很好的稳定作用 这好比有一群歹徒经常闯到家门口来闹事 在家门口部署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带刀护卫 会对歹徒产生震慑力 美海军部长 中国海军越来越强 咱得扩军 自2018年 美国将国防策略调整为大国竞争以后 美国海军一直要求扩大舰队规模以应对中国威胁 只不过 对于未来舰队的规模 美国上下仍然争吵不休 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威特10月28日大声呼吁美国海军扩军 他宣称 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军是当前舰队急需扩大的原因 他表示 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消耗了太多资源 过于专注滨海 而中国海军已经在远海作战上迎头赶上 布雷维斯特表示 美国海军希望未来能获得60到70艘的星座级护卫舰 并计划将星座级护卫舰出口给盟友 以降低成本 此外 他还建议采购6艘专门释放无人机的轻型航母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0月28日报道 周三 在美国海军纪念馆举行的一个发送态势报告上 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威特10月28日大声呼吁美国海军扩军 他说 当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时 中国却专心扩大了其影响力 重点建设了海军力量 布雷维斯特老声长谈地表示 当我们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时候 我们把重点移开了 我们开始关注滨海作战 但我们忘记了发展远洋力量 所以我们落后了 我们必须迎头赶上 我们必须迅速赶上 布雷维斯特是在支持五角大楼最新的海军长期造舰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本月早些时候提出了新的 海军未来舰队2045计划 布雷维斯特在讲话中提供了额外细节 包括扩建星座级护卫舰 布雷维斯特表示 除了现在准备下订单的20艘护卫舰以外 美国将建造更多的星座级导弹护卫舰 他说 我们准备建造60到70艘星座级护卫舰 今年10月 美国海军新型导弹护卫舰FFG-X 首舰FFG-62以星座号命名 该极舰因此被称为星座级护卫舰 星座级护卫舰将MK41锤发系统和基线石宙斯盾作战系统 除此以外 布雷维斯特还打算学习F35计划 将星座级护卫舰出口给盟友 以降低成本 他说 我脑子里有个想法 我们既然发明出来F35那样可以与盟友分享的战斗机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F35那样建造一种联合攻击护卫舰 我们难道和盟友一样采用同一个平台 并把它提供给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吗 此外 他还建议建造最多6艘可作为无人机平台的轻型航空母舰 布雷维斯特拿二战中美军大量的轻型航母举例 我们靠大量的轻型航母打赢了大西洋海战 这时我们能战胜优艇的威胁 但如果我们考虑今天的大西洋威胁 那情况就有点不同了 俄罗斯的潜艇威胁变得更大 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新的方法 组织一些打击群 把这些打击群拍到有威胁的地方 对于钱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 布雷斯维特说 他发现能在海军预算中能节约出多达480亿美元 作为前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发起的省钱运动的一项延伸 他没有概述节省的具体细节 但表示他能够发现 在海军的几个部门的操作成本减少了10%到15% 此前 埃斯珀表示 只有海军能节省预算 他才能想办法增加军费 尽管新任海军部长表示能省下来钱 但依然有很多 对此 布雷维斯特在回答美国海军纪念馆首席执行官 已退休的海军少将弗兰克 索普有关费用的问题时说 自由对你来说价值多少钱 我们怎么负担不起呢 我们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